台南市府会振争多时 今天市长赖清德突然表示 如果李全教愿意为他的所作所为 真心诚恳地向社会大众道歉 而且不再干预司法审判 他愿意慎重思考委曲求全 进入议会报告及被寻 对此议长李全教则正式开记者会指出 市议会两次临时会及这次定期大会 依法程序进行 已有事前向行政院报备 事后更有书面报告说明 因此李全教认为 市议会六个月来不能开会 责任不是他或议会 应该由赖清德主持的市府负完全责任 不过他愿意放弃个人融入 他和赖清德应该共同为这六个月的府会政争 造成市民权益受损及社会不安道歉 我们觉得这个六个月不能开会的责任 不在台南市市议会 应该是由赖市长所主持的台南市政府来负完全责任 但是今天为了府会的和谐 我愿意放弃我个人的荣辱 我觉得个人的荣辱不能凌驾一百九十万市民的权利 跟福祉 所以我也呼吁赖清德市长 我们可以共同为过去六个月来 府会的不和谐产生对一百九十万市民权利的伤害 我们都必须对市民对社会产生的不安来道歉 此外李全教也向赖清德喊话 如果赖清德市长肯进议会 他会保证约束议员同仁保持应有的礼貌跟规定行为 要求议会同仁不得干扰议事进行或暴力行为 否则将送纪律为用会 记者黄君怀台南报道